这个点抢得非常非常漂亮 西班牙人队是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 但是镜头给到的 观众期待的刚才是乌雷 在周末的比赛做准备 没错 好了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 双方的上面比赛是正式开始的 在场 看中场这次的调度 再分给左侧 把球传起来 前面投球攻门 这下有了 吴雷 开场两分半 吴雷帮助西班牙队取得进球 这是吴雷在欧战当中的第一球 而这个球抢得点漂亮 所以我们就说当机会出来的时候 你只要把非常有能力 你看他先是一个后跑 然后突然之间一个前插 就插在了手边的前面 防守队员也没跟他 这个点抢得非常非常漂亮 这个也可以看到 当然这点可以看到 富尔加斯这脚球传的这个点 落点也是好 当然那个我们说你落点再好 你没有一个人去抢 没有一个人去冲 没有人一个人在这里的话 那这个球不可能成立 没错 这笔进球充分体现出了吴雷在跑位方面的一个智慧 这球给的两个人夹缝当中 西边人队断球之后 越有打反击的机会 吴雷的分球 再给到身后 再给回中间 稍微慢了一点点 后场断球之后 西边人队的反击 再调团看看这次吴雷 抽到球的底部 至少我们在今天可以看到 吴雷加 卡普萨诺在前面 至少两个人 在这种跑动当中 就是面对一些特定的后卫群 他们的威胁性很大 前叉回收和支配球 分配球的时候 都是做得非常好 中间 背身低下 没法转 再转过来 哎呀 先来个倒钩 后面还有 再来看一下 这次 这球传得很漂亮啊 这个转身 很清楚啊 还体现出了中锋的特势和潜力啊 布尔加斯又断球了 再向前的推进 再给一身后 看看吴雷进到禁区里面 这次面对门将 这下他的门将 在斗心智的时候啊 他的一个假动作 门将呢也猜到 他要往自己的 门将的右边打 所以这一下 没有完吃他的假动作 塞得漂亮啊 吴雷距离梅凯尔都越来越近了 打在了门将的身上 所以他第一个假动 门将没吃 就站在这不动了 如果门将被吴雷晃一下 好 同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